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列席官員,大家早安,主席有請楊部長 部長,我想先問一個跟考選部有關的問題 就是現在所謂的專門技術人員的考試 聽說,部裡面又要考慮,要把所有的各項的專級人員考試,要全面列考國文,是不是有這種打算? 是在考試院的院會有委員提出這樣的建議 他要我們做調查 目前我們也針對著各個專業的工會,我們做過調查 但是有很多的工會認為還是保持現在這種狀況比較適宜 所以目前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所以沒有做出任何的結論 沒有,還沒有做出任何的結論 之前曾經是有全部考過國文,對不對? 早期的時候可能是有 但是後來因為有一些領域,因為我們專級人員考的內容太多 那如果是在考國文的話,可能會對應考人增加負擔 所以部分就把它等於是去除掉了 因為在院會的時候,我們曾經有委員提出來 希望我們能夠了解到底全面教考的可行性 後來我們做了調查,發現有很多的專業團體 他們認為目前還是保持現狀比較恰當 所以現在大部分就是大部分的專業人員是不必考國文嗎? 對,只有少部分 你自己的看法怎麼樣? 我是認為專技人員它原則上是以專技的智能為主 如果說在他工作的範圍裡面,果文的應用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去加考 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說像這個 舉個例子來講像這個會計師等等 他可能比較是屬於這個數字上的這個應用 資訊的這種應用 那也許果文並不是他最重要的這個智能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在目前這種狀況 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之後才演變成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維持現狀也許是一個比較恰當的做法 維持現狀有沒有考慮調整 就是說部分的 目前我們還沒有 現在是只有九種的吧? 對,目前我們還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說先調查一下 到底大家的看法如何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認為 很多做決策還是必須要了解民間的一些想法 專技團體的一些想法 那以準備考試的人 我也是考過專技的 我是律師 我們是很不希望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一下有一下沒有 一下有一下沒有 這個是 所以是政策的穩定性 政策的穩定性也是很重要 你要考就一直考 對 不考就一直不要考 就一下 今天哪一個委員會覺得應該要考 下次又覺得其實不用考 這樣子齁 其實對這個穩定性是不太好 你每一次用的人才或過不過關的標準也不太一樣 是 也許上次 考就差個零點幾落榜 這一次捲土重來 結果今年又加考一個什麼 那個剛好又是他的弱項 哇這個就是很痛苦 不過您也知道我們考試院是何意思 就是說在我們這個院會 如果說委員提出來 然後做成一些決議之後呢 那可能就是我們必須要配合去做一些研議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雖然委員 有80種的專輯人員嗎 現在如果是真正講有大概有84種左右 那哪一些到底適合哪些不適合 其實也可以做個討論 我們會全面的來做這個規規法 那部長請回 非常謝謝您 謝謝 那請全序部張部長 我們現在討論一個就是說 其實地方制度法序修很多 那還有包括什麼準職瑕疵 這些我想在全序部這邊應該也有一些困擾 不過困擾歸困擾我覺得公務員員的權利啊 他的基本的權益還是要優先照顧 我們這邊的了解到就是說 在96年7月11號公佈的這個地方制度法修正以後 那很多縣市就依照這個法制 來承報一些它的這個改制 但是好像在全序部這邊很多被查都發生問題 主要是現在地方制度法的這個62條裡面 規定了很多一級單位 一級機關的一級單位 裡面的局處這個名字 那麼它一下子沒有辦法 有的性質上也沒辦法改變 比如說警察局 它是一級機關 它的分局它不可能叫什麼科嘛 比如說這樣子 這一類的很多 但是因為也就是因為這些文字上面的 這個沒有辦法跟法律上完全符合 結果這些的這個被查案就卡在全序部 那卡在全序部是重點在於說 這些公務員原來要晉級的 要晉升的 或者是這個 它的這個加級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給予 或者是還有的情況是 有的沒有這個問題的它就升上去的 有的有問題的就按住 結果會變成長官 比部署的職等還要低的 好這個也有碰到這種情況 那 部長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這要怎麼處理 實際上我想 最主要因為地制法62條裡面 明定 就縣市一級單位底下的 內部的主管 它是應該社科辦事 所以 然後這這法案裡面 62條它並沒有排除的規定 並沒有排除規定 所以內政部它重置定了一關 地方職務的一關 組織編制的選擇 第17條規定 它說派出單位 可以不受這個限制 不過當時這個案子 在我們全序部提到 考試院的時候 有很多人考試問 說我們 考試院應該是依法行事 既然你地制法62條裡面 沒有排除除外的規定的話 我們還是要尊重62條的規定去做 所以我們就密切跟內政部研究 那內政部要簽證 就搞內閣改組 所以最近我們已經跟檢市長 我們已經取得一個共識 就他們來個函給我們全序部 說他們會 在盡快修地制法62條 把這有萬排除的規定 把它納進去 那在這過渡期間 我們也同意 我們終於備查 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立刻就可以解決了 那 在公務人員的部分 這可以分開處理嗎 可以分開處理 你的名稱的問題 跟公務人員 最主要就是警察 消防 醫療 像這些單位 它名稱 還有一個四個獨立單位 譬如說 人事會計 它沒有辦法適用 有關地制法62條 統一的規定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個 另外的規定 那麼最主要就是修法 在修法過渡期間 我們也會同意它被查 這個一定要講 因為這是公務人員 覺得莫名其妙 這關我什麼事 還有就是說 因為我們也很感謝 就是在很多法制修改以後 增加了機關 那個首長 就是縣市首長 他們任用政務人員的 一個權限 那現在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就是 有考試的 真正的公務員 這樣升上來的 局處長他的 因為受限 剛剛講的被查問題 他的值等就是一直在十 十一等 你政務人員 這種是因為長官的 這個選用的問題 他直接來做 他沒有考試的 他反而可以列十二支的 這就是變成說 人家在講說 這個有牌的 比沒牌的還糟糕 有牌的反而比較低等 這種情況怎麼解決 這就是圈繞地方植物列等的 調整的案子 地方植物列等的調整 實際上當時在 大院在審查地質法的時候 當時有這種決議 就是說 現實地方的 有關職務的人 希望能夠予以調整 通盤做一個調整 不過在全區部隊長 我是掌管全國的 有關各機關的 有關人事的一個職務的列 如果假設地方一條高的話 中間就會產生十分的現象 對 所以我們當時 立法院做決議以後 我們當時在全區部做一次 整體規劃 整體規劃以後 我們當時報道院裡面的時候 當時有個決議 分兩階段實施 現實先辦 然後我們中央再後做調整 不過在這段期間 又面臨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行政院 因為這樣 如果一調整的話 就要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所以行政院它是表示說 現在目前政府財政困難 這個案子 是不是暫時 我們再慎重考慮一下 第二個面臨就是說 有關若干的縣市 有些縣市 單獨升為直下市 有些縣市 合併升等直下市 然後這個案子 在明年十二月份就要完成 然後明年大概三四月份 整個規劃案就出來了 所以對於我們這整個 通盤檢討的 這個職務列等的 一個調整案 又產生了衝擊 所以我們希望到明年三四月份 所有的升等案子 然後財政狀況能夠改善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通盤的考慮 這個也是要儘快 這個也牽涉到這個 所有的人才的流動 一樣做一樣的事情 結果有的地方是很高 而且我們會考慮到橫平性的問題 就像我問人講的橫平性的問題 一定要考慮 那還有就是 這個還是有準直下市的問題 對準直下市 一樣嘛 它是比到直下市 那 部長 我這邊來關心一下 就是關於考慮的問題 考慮的部分 不是說有一個考慮法嗎 很先進的考慮法 是不是已經送來了 現在還沒有 現在考慮法的修正案 是現在目前整個作業還在全序部 那全序部我們預定在十月底 會把整個考慮法的修正案 送到考試院 那結果考試院 使他通過後 就會送到大院來審查 是不是一樣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做不好的公務員 應該要淘汰 現在我們不是說淘汰 我們現在基本上 就是說我們會 就是說設定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加一比例 加一比例 並沒有一個比例的一個規定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 講一些講優陳列 這種基本的觀念 就是說 加等 我們可能以後會增加優等 優等加等的比例 然後 丙等和丁等 丙等比例 丙等我們希望增加一個比例 那麼增加這個比例以後 實際上也不是說立刻就淘汰 因為我們希望第一個 我們比如說加強他 因為這些人可能 他自己本身 他的專業知識不夠 他能力不夠 我們加強一定有個緩動期間 加強他的訓練 現在不行的話 我們再調單位 調單位的話 我們看三年 就是什麼有連續 連續幾年列為丁等什麼的 對 那講到烤雞 就是說現在好像有點 就是有點腐爛了 這大部分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是假等 是不是 75%加等 75%加一等 99% 現在 有點問題的就是說 好像對這個身心障礙者的公務員 烤雞特別低 他一樣這個假等一等的 他只有大概減了兩成三成 是真的這些人表現特別不好 還是你們用一樣的標準 去要求他們 然後覺得他們沒有辦法達成 我想 是因為最主要是基於一樣的標準 所做的考評 之後我看了一下 有關統計數字 因為在最近十年 最近十年現在就是說 一般的公務員 我們假等的比例 應該不超過70% 可是最初我看 十年障礙人士 十年障礙人士 但是在最近十年 加等的比例大概 大概大概不超過百分之 百分之六十五 最高六十五 然後低的話大概 只有五十左右 所以很顯然的 比一般公務員員的 是來的低 所以這一點 我就不打 我想聲音障礙者 他能夠進到公職已經不容易了 我想他們的這個公職的權利 也是要給他維護 如果沒有特殊原因 造成他們平均的 烤雞 假等的 比一般的公務員 少了兩成三成 我覺得這應該要檢討 是不是對聲音障礙者 他們的標準上面 應該適合他們 他們自己去跟自己比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而不是整個跟 對我非常同意 吳委員的看法 我可以跟各委員報告 今年 實際上我跟部委員同事 我們在商量 因為最主要 就是我們基於照顧弱勢 而且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很可能把說 聲音障礙的人士 單獨拿出來 然後做一個group 然後由他們來做一個考評 這樣的話比較 由他們和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本身和本身去做拼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趕快做 好吧 今年明年就開始試用 對 今天年底我們就可以試用了 OK 謝謝